人间话题来关心 大年初四一大早 国务涌现北返车潮 在雪碎口一度回堵4公里长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随着疫情期缓 今年大年初一到初三的交通量 比起去年增加了11% 高工局也预估 大年初四是春节假期 北返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交通量可能达到平常的1.8倍 尤其在国务可能会一路塞 塞到隔天凌晨 连塞18个小时 交流道前车辆归宿前进 大年初四一早九点 国道五号涌现北返车潮 不只交流道口塞塞塞 雪山隧道口也一度回堵4公里长 国一北向虎口路段 则出现民众骑机车误闯 国道警方赶紧请民众离开 避免影响春节疏运 高工局预估 初四将是春节假期 北返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交通量可能会达到平常的1.8倍 交通部长王国才 特别到高工局视察路况 初一到初三 今年整体的交通量 比去年增加11% 很多人都出来 包括返乡跟旅游 但是整体的用设例 大概增加1.5% 所以会比去年 初一到初三还塞一点 高工局整理 初四九大地雷路段 其中国一苗栗到虎口路段 可能会从下午开始 一路塞到26号凌晨 国三大山到香山路段 一样可能会塞到凌晨3点 其余拥塞路段也会持续到深夜11点 国五北向部分则是一早9点开始连塞18个小时 走国五北返的民众要特别注意 高工局也提供北返出发的建议时段 由于现在已经是春节连续假期的后半段 所以主要的中车车潮都是在北返 那会建议用路朋友 北返会比较好走的时段会是发生在上上 因为主要的拥塞的时段都会发生在下午 高工局提醒民众 国五部分拥塞状况可能会持续到出发 期间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 国五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 用路人出发前要特别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